涉嫌枪杀芝加哥71岁卸换新的嫌犯阿芳索·乔依娜 周三再次过堂 法庭记录显示 检方对乔依娜直接提起诉讼 下次出庭时间为1月19日 手里的证据比较充分一点 但是我认为这个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这个病毒的原因 正式起诉三个罪名 所以大家来看这个评图上 现在它有一个正式的刑事案件的号码 那么正式起诉了三个罪名 第一个罪名是谋杀 第二个罪名是非法使用武器 第三个罪名是携带一个已经过期的枪证 已经被取消的枪证 后面这两个罪名都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名 最严重的罪名就是前面这个一级谋杀 first degree murder 他一起谋杀的罪名 这个在很多情况下 这个demand for trial 只是一个走一个形式而已 一般的public defender 他在做这个刑事案件的过程当中 他都 这几乎就是一个固定程序 他都会demand for trial 那么以前 这个嫌犯好像给我们的印象 他是准备请私人律师的 但是现在 到现在为止 替他辩护的 就是替他走一些法律程序的这个人 还是公辨密宿 19号那一天 最大的可能是做arainment 就是这个 这个嫌犯出来说他是认罪还是不认罪 然后这个案子会分配到另一个法庭里面 有一个 有个专门处理刑事案件的法官来接手这个案子 就是这个案子 我出现了一个 个人的写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